在市面上有不少馒头店 为了节省成本 使用的是便宜的面粉 或者是添加物 以低价来吸引消费者 消费者以为占了便宜 其实健康上却是吃了一个大亏 但是在卢州 有一家养生健康馒头店 他们为了让顾客安心 他们用心层层把关 不但不添加香精 防腐剂 内容也是真材实料 因此累积了不少死忠的消费者 桌上摆满多种馒头 从原味 鲜奶起司卷 卖到全麦坚果乳酪口味 外观虽然看起来频繁 价格也走平价路线 最低一颗12元 最高只要30 不过店家其实是不计成本 严选食材 像这个是全麦面粉做的 外面很多几乎很多大品牌 有的都用那个敷皮 它的成本跟价格营养是差很多的 像这个敷皮 它是整颗麦子 全麦是整颗麦子下去磨的 它就磨得很细 它的胚芽就是都在里面 那敷皮是不含胚芽的 评价却坚持真材实料 全麦口味馒头就用全麦不用敷皮 而黑糖口味 店家则是以台湾纯正红糖制作 消费者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买到那个色素 像有的黑糖远远的闻到很香 这个都不太正常 对啊 你黑糖加白色的面粉 不可能很黑 所以大家消费者在买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比较安全 天内馒头层层把关 面粉也不加面粉改良剂 馒头内馅更是自己熬煮 从为附近居民心中馒头店首选 他们家的馒头很好吃 都是手工做的 然后又是老面 很Q 很扎实 安全面粉类的 他们用的都是好面粉 然后我们都经常来吃 这个口感一吃都知道的 你看它这个很扎实 外面的都很蓬松 都用了很多那种 藤花剂之类的 馒头使用老面吃起来不胀气 让来自大陆安徽 对面时特别在行的顾客 也赞不绝口 就是我们不希望说 做我们东西不敢 自己不敢吃 然后还卖给别人 这种事情我做不到 在食安问题不断爆发的今天 有店家选择满足顾客位的 同时也提供客人 所以多安心 记者翻译看你去读周 从不到